近华为美政商界群情汹涌国安干票特大的捅了马蜂窝,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后,美国电信集团担心其供应链中,有多少部件来自中国公司,有电信公司高管建议将禁用华为产品纳入贸易谈判条款,英媒12日刊文,披露华为名义上是私企,实则是联通中共警局的门户。 此外,一是接受中共国安部指挥的黑客,盗取了跨国酒店管理公司万豪国际集团5亿客户信息,而万豪国际集团是美政府和军方最大酒店供应商,美国政商界齐发升进华为金融时报12月12日报道,在孟晚舟案件曝光后,美国政界人士和业主再次呼吁,让华为远离美国利润崩厚,的未来5G电信市场。 在孟晚舟被捕后的几天,离美国业界高管和政界人士敦促政府让中国企业远离电信等敏感行业,并推动美国盟友也这样做ATAMP。 替首席执行官司蒂芬森 Randall Stevenson上周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无论是出于竞争考虑还是出于安全考虑,美国电信公司担心他们的供应链中有多少部件来自中国? 安全将是一切他说,我们所有的元件都是在美国生产的吗?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在我们知道的地方生产的吗?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在几个领域测试5G技术后,美国的电信公司西望宁年推出超高速5G无线互联网,尽管中国公司的收费远低于其国际竞争对手,但大多数美国公司都是在不使用华为致应线的情况下。 开展5G业务分析师表示,如果美国公司使用华为技术基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担心中国公司可能向中共提供敏感信息,大型网络将无法向政府出售服务司第3森。 说川普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例如在未来贸易谈判,终将禁用华为产品作为杠杆,我们的盟友需要在这方面与我们保持一致,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谈判贸易协议时没有把这些条款纳入贸易协议。 他说外媒,华为是联通中共警局的门户英文媒体国家利益周三11月12日刊文提到早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之前美国调查人员就已经对华为公司的运作进行长时间研究,并发现名义上为私体的华为公司实则是联通中共警局的门户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这家英文媒体提到,华为公司与世界上最令人不安的政权有业务往来,它帮助中共实现了利用高科技监控人民的目的,让中国成为了一个高科技警察国家。 同时华为的关键技术将为中共带来相应的军事能力。 文章的作者丹布玛特·詹布鲁曼萌索,写道要说这个体系是奥威尔士都是轻描淡写的现状,甚至是乔治奥威尔也无法想象的极权主义的新技术中共。 此前曾放出一个类似公民个人信用积分的计划,并表示当局准备建立一个,关于中国公民的消费偏好,个人活动和习惯的数据库,根据对党的忠诚度,以及党领导人认为的好公民会做出的其他行为。 给予每个人一个得分这个分数,将决定中国公民能否被大学录取能否获得好工作,买房子等等该计划,将在几年后,广泛实施国家利益指责说,华为公司实则已经介入其中介助AI等技术,为中共高科技监控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 报道中提到华为作为拥有中国国内最大信息库的公司,往往能做出最好的AI与其他科技产品,这帮助中共从使用移动网络,搜索引擎和网购系统的中国公民那里,收集大量的数据,用来建立一个社会信用体系。 万豪市美政府和军方最大酒店供应商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据纽约时报,报道除了跨国酒店管理公司,万豪国际集团遭黑客袭击外,黑客还对美国其他医疗保险公司,酒店和数以百万剂的美国人的安全审查文件进行了攻击。 报道说这些黑客,以为接受中共国安部的指挥这一发现,正值川普政府计划对中共的贸易,网络和经济政策,实施一系列行动之际报道还说,针对万豪的喜达乌斯达乌连锁酒店的黑客行为,在去年9月,才被发现。 但上个月末,才被披露出来,预计不会是司法部新起诉的一部分。 但两名政府官员表示,鉴于万豪是美国政府和军方人员的最大酒店供应商,因此加大了政府打击网络攻击行动的紧迫性报道表示, 虽然美国的情报机构尚未就谁发起了对万豪集团的黑客攻击得出最终评估结论,但受邀参与损失评估的多家公司很快看到与中国行动这类似的计算机代码和规律。 美国官员周二说,这只是一项极具攻击性行动的一部分。 其核心部分是2014年,入侵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的黑客行动当时,该部门对这些美国人接受安全调查时,填写的详细表格,没有进行严格保护。 表格中包含详细的财务信息配偶、子女以及与任何外国人会面的信息等,这类信息正是中共铲除外国情报人员,为自己招纳情报人员所使用的,并可用于为未来确定目标建立起丰富的美国人个人信息库。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